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在锁定F104.1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由天原文化所赞助播出的福到你家节目 我是主持人子荣 今天的节目呢一样非常的精彩 不过呢在一开头想来听到好听的音乐 是来自太阳上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叫做《寄语》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开启一本新的书籍导读咯 在深夜梦里我几乎停止呼吸 诉说着我俩过去的点点滴滴 虽然那故事已久远无依 但你我都还在心里 你你擦拨的哭 默默的哭泣 我忙着不装那缺寒的四季 让你我看清 让你我看清 滚滚红尘世界里 真的要妙妙多加珍惜 多加珍惜 多加珍惜 我曾经的心 不曾被你放弃 时空相聚在梦里 彼此感受当时 又何必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第一个阶段 带着大家来分享 导读到了是太阳生的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咯 而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也完整的跟大家分享了 幸福跟着来的这本书籍咯 那在今天开始 要开启了全新一本书籍 是由太阳生的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 《因为有太阳》 在这本书籍当中 也是分了非常多 不同的章节内容 太阳生的导师 透过了文字的方式 带着大家一起来 深度的剖析 来认识自己 让自己开启 跟身体心灵的对话管道 因为太阳生的导师 在书籍当中 也写到他的心愿 就是教导 解惑 寻寻善有 让人人得到天地的祝福 进而成大器 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那在这样子一个心愿当中 其实太阳生的导师 也在书籍当中 透过了非常多不同 不管是案例 或者是呢 在实证上面的分享 带着大家一起来 做生命当中的学习咯 而在本周开始 要为大家导读到的这一本 是由太阳生的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 因为有太阳 那在书籍当中 一刚开始先来跟大家导读的是 作者序 有太阳圣德导师 在2016年4月份 在美国洛杉矶 所写的这个作者序的文章 生命从此放光芒 太阳圣德导师说 这两年因为各地盛情之邀 进而有机会游走世界 与全球的有缘人 结下种种难得之缘 而所到之处 络绎不绝的一对一咨询 正是我了解当地民情 社会之苦 群众之私 地方之忧的时机 无论求救者 当时处于何种纠结 烦恼 窘困 障碍 或者万劫不复之境地 但只要愿意打开心门 对自身的问题 无所避讳地 与我真诚交流 真心求教 并且全心全意 盼望着即刻见到曙光的人 几乎都在一两个小时的言谈之间 即获得解决的契机与方向 从见面之初 整个人暮气沉沉 萎靡不振 好似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到咨询结束时 动静间皆朝气蓬勃 信心满满 这前后的差异 的确有如天壤之别 无可会言 受益者始终都是那些诚心受教 而且愿意尝试运用着 超级生命密码 艺书里的各种方法 借由太阳赐予天地的种种恩情之妙 将其能量确实地调动起来 让当事者在刹那间感受天地无私的爱 这是大伙儿都不曾有过的感受 而那份感动肺腑的究竟 就好比是触电一般 深深刻印在包罗的星坎中 而这颠覆一切的改变 所带来的明星觉寿都是因为有太阳 借其大能来抚慰那些已经枯竭的爱缘 进而在种种端倪中认识着宇宙源头的大不同 经常在一番洗礼后 不觉亚然于外向星河中 那不曾在人间所发现的诸多伟大与浩瀚 也因为这些缘起 渐渐地将自身导入喜乐 丰盛富有的正确人生轨道 而见证了生命在分秒间 不断产生的诸多惊喜与收获 并富足地感受到这一次真的找对了 2016年春节与台北的新春祈福会尾声之际 脑海中突然天地视线的画面 令我不禁难掩复杂的情绪 演讲过程中数次哽咽 甚至当众落泪 好不尴尬 当时语会者众 有些来宾一不自觉地掉下泪滴 似乎在那冥冥之中 有这些许不为人知的情节与意义正在上演 事后部分学员求教这其中的寓意 无仅勉励释放大众好好把握时光 谱传超级生命密码 让更多的诸多友情早日因此受益 消弭人间种种颓势 在造善良林里 让太阳的温暖融化更多人的心扉 则社会祥和 世界大同之愿才能指日可待 人间净土也才能真正落实 而年初那流泪契机才有其妙的价值 反之 世界之大小隐忧终将要将大伙一一买单 其后劲之强大 非你我于此刻能够溢测 人人切莫等闲事之 世道 世事万元可以很简单 端是你我要不要 当我们知道 这世间万事 万物与能量息息相关 休期与共 而太阳就是能量补给之最佳源头 若我们能够了解此一真理 愿意诚心实修实证 则必定世事有解 物物吉祥 是否真能如愿 完全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与把握与否 当你翻开 因为有太阳这本书时 生命蜕变的巧妙 即已经开始撰写着 今生诸多不可能的佳话 灵命进步的雀跃舞动 就在分秒间已经运至身中内进 新的辽阔 亦因那一幕幕的突破而逐步开展 当命运诸多调整 以如火如荼的展现之际 生命极上自然指日可待 而感佩于这一切的丰收 全是因为有太阳 本书父子在即 心中蓬佩化为术语 心中蓬佩化为术语 品味着天时宜 今生起来世纪 品味着天时宜 今生起来世纪 而在今天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 是最新为大家导读到的 太阳正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 因为有太阳 今天先来跟大家分享了 作者序的部分 在后续呢 也会陆陆续续的 跟大家分享书籍内容 如果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 如果也想要来看看书籍 一同来导读 一起来领略来学习的话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上网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然后找到了 因为有太阳这本书籍 在网络上面 或者是在我们 天原文化的各地的 实体的据点都有贩售 也欢迎大家 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多加的运用了 而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为大家分享 导读到太阳正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之外 也会请到了全世界各地 一同来学习 超马系统的学员们 来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学习的心得 还有收获咯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裴高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进行分享 裴高你好 子荣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裴高 来自马来西亚南马区的古来 大家要请问裴高 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因缘机会之下认识 然后接触到了超马这套系统的呢 在2022年6月初的时候呢 裴高听到开泰秀间打电话 跟妹妹说 太阳霸端井很棒耶 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尤其是身体的一些小毛病 比如说呢 肩膀不舒服啦 背部疼痛 很容易疲劳啦 消化不良 睡眠等等的问题 只要每一天持续坐下去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效果会有很大的改善 那当时裴高听到太太这么说 真的这么棒吗 裴高真的要试试看 因为裴高一路来呢 肩膀和这个颈椎呢 都很疼痛 都僵硬了将近三四年了 每一天呢 都很不舒服 都很不自在 很苦恼也很烦啊 都在寻找方法 而且每一个星期呢 都要看中医啊 去做推拿 做拔罐 做针灸 做刮痧等等 一次的费用大概要70到80元 一个月就要发费大概是300多块 所以有做呢 就有效 没有做呢 就还是疼痛回来 所以当裴高第一次 锻炼这个太阳八段颈的时候呢 就感觉到呢 肩膀啊 背部的这个颈椎的肌肉呢 就得到很大的放松 在通过呢 呼吸一吸一呼之后的话呢 它可以缓解的那种压力啊 那种轻松那种舒畅感呢 感觉到呢 气血被打通 而且呢 全身呢 是有热热的感觉 流到很多汗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所以自从开始 锻炼这个太阳八段颈之后的话呢 到现在呢 再也没有去看中医 做拔罐 做刮痧啦 身体呢 也健康起来 真的呢 很感恩呢 太阳八段颈 当时呢 太太呢 也不懂得什么 是超级生命密码 只是听到朋友说 哎 超级很好啊 很棒啊 可以改变生命地图 那时候呢 刚好是在 6月11月12号的时候的话呢 导师呢 有主办一个线上的课程 就是生命总裁 生活台 两天的课程 太太非常鼓励 培高呢 去参与 去了解 去看看 去研究 到底是什么来的 所以当时呢 培高是什么都不懂 就是懵懵懂懂的 去上两天的课程 只会感觉到呢 听到呢 导师的歌 很好听 很有正能量 这个就是 培高第一次 接触超码 其实透过了 这样子一个运动 除了呢 让自己舒缓筋骨 来改善了 自己身体的 这个状况之外 其实也很好奇 到底超码是什么 后续呢 也透过了一些课程 先前来做了解嘛 那我想呢 培高一定会 透过了更多的方式 来深度的认识超码 其实从2022年到现在 其实也一段时间了 那培高是不是也觉得说 运用了超码 落实在生活当中 在各个面向当中 方方面面改变 转换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呢 是的 培高在2022年7月初的时候 就感觉到呢 独子呢 有很莫名的痛起来 它是一阵一阵的痛 做也不是 睡也不是 看了三个医生呢 都补好 最后选择呢 去专科医院呢 做全身的检查 就是做这个CT scan 做这个大肠内窥镜的检查 当时呢 是完全没有这种危机意识的 要住医院几天的话呢 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事 培高当作是没有什么大不了 当时呢 太太呢 就拿了两本书 超级生命密码 和超级欠缸密码 和疗医权力 叫培高呢 一定要看这两本书 因为这两本书呢 是很有能量的 叫培高呢 把这个疗医权力 放在这个枕头下 同时呢 他也带来了 这个能量机 播放感恩试剂剂 24小时 小小声的播放着 培高也在这个网上呢 去搜寻呢 看看呢 这个超级密码的 这个诗料 导师的这个正能量歌曲 导师的这个档案 听到很多的见证档案 听到很多钞码 这家人说呢 无论在家庭 在工作 在感情 在事业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都会有解 而且可以很严满的 会得到幸福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五天在医院呢 让培高的感觉上呢 诶 肚子开始不痛了 能量满满 也开始不害怕 心情呢 也开始平静起来 那报告出来呢 医生告诉培高说 是患上了第三期大肠癌 很神奇的 当时培高呢 也一点也不慌张 也不害怕 也非常的淡定 医生告诉培高说 下个星期就要开始 开刀动手术了 可是培高呢 没有马上答应医生 决定呢 要去看看 多两位专科医生 看看情形是如何的 结果答案是一样的 就是要开刀 但是培高没有呢 选择开刀 而选择用中医做治疗 中医告诉培高说 这个是50对50%的 如果是真的是 不能够好的话呢 最后还是要去医院 去开刀的 那培高再加上呢 用自然疗法 再改变呢 自己以前不好的习惯 要做到草税 早起啦 饮食方面要改变啦 要开心啦 要学习爱自己啦 要吃多餐啦 不要吃太饱 认真开始学习呢 老师的方法 也很笃定呢 要用超码方法来去做实验 去上经营会学习啦 上线学习 参加导师的营业会和大型的课程 也邀业朋友呢 一起来参与 落实步骤123 也做癌症心法 学习蔡老师的地址规 锻炼太阳发断井 唱老师的正能量科技 每天无法实修 去做职工 去做发疏 去做什么呢 去做空台 每一天呢 都是能量满满的 所以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呢 治疗过后的话 身体的这个癌气呢 就开始呢 降下来了 身体就开始 逐渐逐渐的健康起来 培高真的很感恩呢 上天关了一扇门 也打开了另一扇门给培高 感恩所有的因缘 是来成就培高的 感恩呢 五天在医院里面的学习 去了解叉码的这个书上 去看出 去听音档 一切都是能量的幻花 可是呢 在2023年 就是7年8月初的时候呢 毒子呢 又开始莫名其妙痛起来 他的痛呢 就好像前子扭着这个肠 有时听到水声 有时候呢 又听到风声 有时候又咕噜咕噜的叫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培高知道呢 是负能量来讨报了 而再一次呢 进入专科医院呢 去做一次全身的检查 报告出来 说培高的小肠塞 这次一定要开刀 这次开刀的话呢 手上呢 右手呢 左手呢 都插了很多的很多的管子 那管子呢 又从鼻子进入这个嘴巴 是完全是不能够吃 是完全100%是要进食的 所以当手术成功之后 进入了这个ICU病房 培高开始呢 有点埋怨了 因为呢 全身是很痛 又很累 又不能够睡 医院的冷气 又非常非常的冷 只是能够张一滴水 嘴唇呢 开始干到脱皮了 又不能够说话 只能够点头 只能够摇头来做表达 在这时候呢 培高呢 就很诚心诚意的呢 做这个苗苗感恩 感恩医生为培高 开刀 这个手术成功 感恩父亲们细心的照顾 感恩太太每天来回的照顾 感恩床呢 给培高有很好的睡眠 感恩培高呢 今天又活多一天 感恩医院四辈呢 为很多的病人 能够好起来 真的一切的感恩做起的话呢 事情真的有了转机 真的关关难过 关关过 心中开始呢 就稳定下来 非常的滑喜 非常的喜悦 也不开始害怕了 在医院里 什么我们都不能够做 就是躺在这个病床上 培高请太阳宫工作顶 跟太阳宫共互动 就是做阳光复序法 做潜修步骤 一二三 真的是很神奇 身体很快很快的 就健康起来 五天过后呢 就转去普通的病房 开始可以慢慢的喝水 可以吃粥了 当喝水的时候呢 就感觉到 水是如此的 这个清甜 感觉到呢 是清新舒畅 而吃下去的食物呢 是如此的 美味和珍贵 培高呢 参悟到在这个医院 的死一天里面呢 发觉到 原来自己 还有很多地方 是要努力 尤其是在内德 修德行方面的话 再来的就是外德 要积极的陪德 要积极的去养德和造德 很感恩的支持呢 因我得福 让自己生命看到 从来没有看到的画面 要好好的 这个COT指挥 手术过后呢 要进入了八次的这个化疗 当第一次做化疗的时候呢 看到很多来做化疗的病患者 每一位脸上带着一副呢 忧愁 无奈的精神 非常的恐惧 讲话呢 又有气无力 很紧张 那种心情是很焦虑的 培高的包包里面呢 放着这个能量机 也放着导食的书 心情是很稳定 是不害怕 那手术后的这个体重呢 已经降到了46公斤 做了化疗过后呢 体重开始呢 回升到54公斤 56公斤 现在回升到68公斤 也就是说一年回升到了22公斤 身体呢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健康了 在7月份呢 26号27号参加导食的 黄金人生巧安排课程后 培高呢 就回去医院做了一次全身的检查 终于报告出来了 当时的心情呢 是七上八下的 是很感觉那种紧张 培高把感觉这个答案呢 一切交给天 医生说 癌症完全没有了 完全康复了 当时培高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眼泪呢 也流了下来 真的仿佛拿到了金牌 真的好开心 好感恩老师 好感恩天地 若不是天地和来风 一切呢 都荣耀 都归于天 那 那培高还有一个项目是在公司呢 培高副职的 就是在九月头呢 要完成它 既然呢 培高在八月二十多号就完成了 而缩短了两个星期 那培高呢 也收到了公司 给了一个月的花红 在学习地质鬼之后的话呢 和小儿子的关系呢 就越来越好 以前对孩子都是打嘛 看不顺眼 都是喜欢大呼小叫 因为孩子很喜欢打游戏机 跟他讲话的时候呢 他说什么都懂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就是完全不理 可是呢 当培高呢 学了地质鬼之后呢 常常呢 就是行有不得 反求租金 家里的气氛呢 就越来越和谐 而孩子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孩子也会在家里做家务 也会常听话 也会常乖巧 所以如果呢 不是在操马学习的话呢 今天培高的结果 会怎么样呢 一定是到处在寻找方法 找主方 跑公庙啦 真的 培高真的很感恩 在操马学习 操马真的非常殊胜 让培高有重生的机会 找到了身心灵的健康 还好还好 培高有来操马学习 在学习操马之后 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一些难关 还有这生命当中的关卡 但是呢 都一一克服 而且呢 用着非常正面的心来去面对 真的身体可以健康 真的是太好了 那在访问最后 还有一点点时间 培高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 想要在最后的时间 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呢 好的 在操马呢 操马是讲究的是科学实验 它就是教导我们天地真理 落实爱与感恩 很诚恳地邀请大家呢 一起来做实验 操马给的这个我们的方法 无论生活上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关卡 那就是前观 情观 生死观 只要透过学习 就可以解到生活上的这个卡点 帮助自己呢 也可以帮助朋友 帮助一个人的话 就可以帮助一家人 让我们的这个能量提升 把爱与感恩传播出去 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有意义 和更加有价值 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了 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 培高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感恩培高 感恩 感恩子蓉 紧接着先来听到好听的音乐咯 来送上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 《心音》 在音乐之后 稍微地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了节目当中 附组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就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咯 暖暖暖阳光晴 唱出心底 你我姻缘聚 因爱而相依 一切是天意 永远相聚 要珍惜 今生相依 今生相依 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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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可听 天意 前世的延续 把我珍惜 是天意 天摆在垫 夜星光熠熠 夜在船 离冰树心 这种颜的风声 久不放晴 让預初相信 勇不分离 良心相依 追悉心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 辅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第三个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了 在生活当中 尤其是在人与人的互动里面 我们如果遇到了一些难解的问题 困扰的问题要如何去解决 要如何去化解呢 包含的像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误会 心结还有一些纠纷 到底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才能好好的去解决 去应对 才不会让事情越滚越大 让两个人之间产生闲行 这其实是需要智慧的一题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子蓉你好 提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我在家里面 最近就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前一阵子呢我们家厨房的这个水槽呢 就堵塞了 然后那时候呢 哇透过了好多的方式 用一些化学的药剂去融啊 或者是用一些东西去把它清除等等 真的花了好多好多的时间 才把这个水管疏通 所以我发现说 哇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 真的不是很简单 因为你这个东西不去解决的话 对生活当中也会造成了很多困扰 而且呢如果你一直放久了不处理 其实问题也会越累积越大 其实就跟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 如果我们人与人之间发生了一些问题和冲突 如果我们没有去及时的去因应解决的话 其实也会跟这个水管一样 这个污垢呢越卡越深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些经验和这些的误会 也越卡越深 到后面想要解决 真的就会难上加难耶 导师 从家里这个水管后来怎么修好的呢 我就是用我们家之前买了一个 就是类似清理脏屋的那种夹子 因为它旁边就是卡了很多油垢嘛 就要一一把它夹起来 大概花了半个小时 就把它稍微的疏通 然后再用一些溶剂清掉 就用了好多种方式来做处理哦 是 就从这个子龙的水管堵住的议题 我们来看怎么解决问题 就好像子龙先了解到底问题的形态是什么 所以去找一个对应的工具 来先把大部分的问题先解决掉 对不对 然后再来再用这些溶剂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化学药品 去把一些油再把它去除掉 然后最后才弄通 那对应到我们在处理 我们人生所面对红尘中的很多的事情 我们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大家先了解这问题它怎么来的 这个问题它到底是化学变化呢 物理变化呢 还是因为自己的无心之过呢 还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 我想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你们有把这个源头田找到 比如说有些人 他不自觉的就得罪人 但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得罪人 所以他在看 怎么会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自己好好的 深自的来反省自己的各方面 他只是在找 怎么样的可能另外的方法 或怎么样那可能工具就用的不对了 方向不对了 所以他蒙在那边 他说我也很努力想要解决问题 但是一直没办法解决 但他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出自于 他原本的自己所产生的 所以到这个源头点是非常重要 而且要找得精准 找得自己看起来还真的是那么 在科技时代的当下 总是不能弄得里里拉拉的 对不对 我们总是要把他做的 非常有他的一个CP值 能够想清楚弄明白 然后真的把他这个捉摸住了 那就给他一针见血的问题 真的就到位解决 你比如说这个水管 你没有真的了解 原来有很多东西堵在那里 你说我现在到下通了也好 或怎么样 那如果这个东西是非常难 因为这样子的药剂 就可以让他除的话 那你可能到了一瓶 你可能就泄气了 就没有信心 你觉得我该做都做了 对不对 还要怎么样呢 但是你知道说 原来就是这些菜渣 或怎么样的 他真的堵在那边 可能煎如磐石 但是我用夹子 真的就先把这个大块的夹起来以后 那小块的好处理 各方面的再配合一下 就解决了 那至少你在之前或之后 看到了曙光 你自己的信心度 各方面感受着自己 对于这个问题 自己的用心和反馈 感觉到它是一个 balance的情况下 它又会走上一个散性循环 那如果真的如此 我们对应到人生中的 诸多大小课题 我们就要在问题的源头点 问题的形态 问题在我们自身的能力上 有什么可以随时的用得上 我们自身的能力也好 我们可以引荐 哪一方面的力量来解决 自己要先想清楚 自己的筹码在哪里 那么在各方面的 能够深思熟虑 能够反求诸己 能够在客观面的方方面面 都看得清清楚楚 的情况下来做 最后的判断结论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 最重要的一大步骤 那么当你一次两次 看到每一次你的问题是如此 有理性有科学 各方面的support来解决的这种经验之后 你接下来再遇到的问题 就会更有感觉的 在自己的一个经验中定下的SOP 然后就会越来越顺的 来看怎么解决真正这里面的稀窍 把问题移除 那么一件有一件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的 当你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又学到很多的 可能宝贵知识 很多跟人际关系之间 要是互动的技能 或者什么样的一些 本来我们在人生中 就应该学习到的东西 因这样子的问题发生 而触动了我们学习 或者是有所进展的一个本能 我想这也对我们来讲 是一件好事 就像导师所说的 就是在发生事情之后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了解了原因 然后进而排除和解决 像是我在上一次 被水管堵住吓到之后 刚好昨天晚上 就开始做了保养的动作 就发现这个油垢 真的长期的累积 真的不是办法 所以应该要定期的来做了清理 所以在昨天晚上 我睡觉之前 就倒了一包保养的那种化学药剂 然后冲了一点热水 这样子就油垢不会不断的累积 然后造成了水管堵塞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也从上一次 可怕的经验当中有所学习 这其实就是我们在面对问题 处理问题之后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学习 然后吸收 成为了我们自己的养分 那一道事 你像子蓉就很优秀 对不对 水管堵一次以后就知道去保养水管了 所以下次就不会发生了 希望是不会 那有些人呢 水管堵住了一次 他解决了 他又忘了 对不对 他可能继续的让水管又可能是 游垢 渐渐渐渐又堵在那边 那下一次可能又是 怎么样的梦魇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还是事在人为 如果你想通了 每一次的难题也好 怎么样的一个现实的面对也好 能够走过去 就是增进了很多的本能 技术或者是知识 那都是自己的一些筹码 那如果能够想清楚 你就会很乐意的 在你每一天的人生中 真正的去面对所有的大小事情 而且也不逃避的 学习着各种可能 让自己成长的机会 而且在这个事情过后 你也会给自己 很多可能的一些时间机会 各方面的因素 凑在一块的情况下 对于原先的问题 你可能还会做一个 可能性的再次的盘点 在未来会不会再发生 我想这样子 在红尘中 可能我们就已经胜过一半的人 因为有一半的人不是这么弄的 那至少我们在这个起跑点上 已经剩了一半的人 那么再继续 因为自己的细心用心真心 这个决心 所有东西的使然 让自己在各层面上 都成为佼佼者 我想这些东西 也就是一步一脚印 一件一件事情磨练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历练上 各方面 因为观念正确 逻辑各方面 都通打的情况下 所以人生应该会越过越好 那在我们当下的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的成绩单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我们当下是如何 那自己的成绩 又如何给自己答 那自己又给自己 怎么样的期许 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要如何呢 从我们每一件的事情之后 有所学习 有所成长 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呢 像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 其实呢 问题出现了 我们要去做处理 要去做收散 要去做保养之外 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 也是如此 像是呢 我们真的有很多 这些在生活当中 人与人面对的时刻 我们会有的这些问题 也一样哦 我们要在小事情的时候呢 就赶快解决 不要呢 越累积越大 可能到后面呢 就难以收拾了 像是我们在人际互动之间 常常有的一个 就是误会了 常常 好像也不是什么发生 天大的事情 但是呢 就一时之间 我们可能 没有去了解 没有去厘清 可能因为别人的一些 流言蜚语 或者是以而传而的 这些错误资讯 也造成了 人与人之间的 这些误会 那这个误会呢 可能第一时间 我们没有去厘清 那我们就会 一直不断的记着 然后事情可能 一再一再的发生 哇 你就会像是 火山爆发一样哦 把所有的这些 怨队啊 或者是这些 长期以来的误解呢 把它一次的爆发 这其实对于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也不是好事情 也倒是 总的这边提到的误会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误会 有的时候 可能是产生之初 都是一些 没有注意到的 或者是 怎么样的 粗心大意啊 比如说你走过去 不小心碰到 那个人的椅子 对不对 你没有急忙的 跟他说对不起 那对方以为 你是故意 从他那边 给他一点 颜色看看 那结果 你这边也没软 他那边也没让 他之间呢 可能心中就有一个 低估出来了 那这低估一出来呢 如果后面刚好 天时地利人和 和事情再加上去 他就会觉得 你是跟他敌对的 其实本来原先两个人 根本一点事都没有 那有时候运气不好 或者是 自己也没想通 赶紧的跟别人道歉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缓冲啊 这些东西都是应该要做到的 但是有的时候 又自己的大意 导致了 自己不应该遇到这么多问题 遇到这么多的人事的困难 各方面 那么日子 好好过也是一天 在紧张着各方面的压力也是一天 那当人与人的误会多了 然后你跟这个误会产生的人 人数也多了 那就会每天觉得自己 好像在一个不安的情况下 那么真的你回头再看 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习惯 讲话语气 肢体语言 或者是一个处事态度 办事逻辑 因为自己没有注意这些东西 会让自己导致后面可能的问题发生 那因为自己没有觉察 那么日常生活中就这样子的产生了 你们问题还不知之 那么就跟这外面结怨了 这个仇人越多 问题越大 所以光是一个误会与否 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审视自己的每一天 当下的成绩单 我们跟人群中的互动 是一个善性循环 还是我们放眼望去 好像所有的人跟我们都是绝缘体 对于我们来讲 好像都是跟我们要过不去 对我们不利 那这个时候就真的要反求足迹来看 我们究竟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层面里 究竟怎么样找到根源来对症下药 这才是当务之急 要如何呢 找对方法 用对方式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 或者是人与人面对的时刻 我们会发生的这一些困难难解的一些议题呢 休息一下咯 我们先来听个歌曲 送到这首诗来自太阳声的导师 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美丽天堂》 正月之后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 福到你家的节目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咯 美丽的天堂 世界努力在一起 谱写动人旋律 亮灶天蜜日记 把握分明 人生有意义 无边无际 有爱有相信 学会好好努力 不曾放弃 深深世事相拥 风声累积 在美丽天堂 唱惊喜 让我们洗手 学习 装满着天堂 日记 幸福会依旧 感激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 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第三个阶段 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 在今天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化解任何事情的一个可能性 除了像是我们在面对的一些误会 我们要如何运用智慧来做化解之外 其实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纠纷 不管是一些在工作的期间跟同事甚至是客户发生了一些争吵 或者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 比如说邻里之间的一些纠纷 或者这些的冲突 那这些的冲突纠纷到底要如何排解 要如何找出原因 然后用一个比较公正的方式来退一步 让我们都可以去思考彼此的立场 这其实是一件很不简单 而且我们在怒气之下 好像也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也倒是 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 你在跟对方产生了怎么样的一个过节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 好像一个什么样的议题 没有办法有解决这方式的时候 往往这个时候 你与对方是在同一个层次里 所以你们的思维可能都是在某一个点上过不去 那么如果我们举例 你跟你的同事 因为什么样的工作产生的一个理由 双方不快乐不高兴 心中有疙瘩 那么对方可能总认为你 就是要占他便宜 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你也认为这个对方怎么那么小心眼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他讲他心中的低估 觉得你有1234567的这些不应该 那你心中对他的低估也是1234567 这就没完没了了 所以有一天你们在这样子的一个 比如说通道遇到的时候 心中本来就很气了 所以在看到对方的时候 有些可能是假惺惺的笑一下 有些可能就装说没看到走过去了 那毕竟这样子的相遇不会加分 只会扣分 那么当如果一个人他的能量很低的时候 你要他突破很难 为什么 因为他拥有的东西很少 什么东西很少 他的正能量很少 所以你要他想得通的时候 他说我没办法 这个我没办法原谅他 我不要再跟我谈要原谅他 这个可能性 那事实上有那么难吗 又没有 那为什么他不能原谅他呢 因为他在身心灵的正能量的这个层次里面 相对来讲 他不但很少 可能相反的是负能量远远大过于正能量 所以你要他去想正向思考的东西 去化解这里面跟对方的一些过去的点 对他来讲是难上加难 但是对于正常的同事 正能量多一点的人 或者是这个有修养 内心各方面的见解 比较高位一点的人 他在看到说这两个同事 他们之间的互动 并没有那么难化解 也许有一方稍微软一下 甚至于隔天早上带个早餐来 这个下午可能出去回来 带个下午茶回来 可能就化解了 也说不一定 但是是不是那么容易呢 还是要看主事者 他自己心中是怎么盘算 毕竟人和人之间 当你的真心流露的时候 对方是可以感觉到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事好 心中还是有那个疙瘩在 那种不自在的一种 可能是为了你要保护你自己 才这样做 或者是什么样谁给你的理由 这样做 但自己没有想通的时候 那对方也会感受到 你究竟是玩真的玩假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你说有什么样的恩怨呢 在一秒钟之间 可能可以化解的东西 如果没有用对方法 心态 各方面的逻辑心念 各种可能性的配合 没有到位的时候 别人看起来一秒钟可以化解的 你可能十年恩怨在 也没办法解 甚至于今生不用谈了 可能来世还是仇家 那你说这里面有这么样的难吗 有这么样的问题所在吗 这就见仁见智 所以这里面 还是要有某种的一个能量源 能够来给自己 可能更多的一个弹性空间 所以在你的心态调整上 逻辑的贯通可能性里 相对来讲 它会比较容易打得通 放得开 那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是不是就要来了解 这里面的蹊跷 和一般红尘中人 他要解决问题 没有用对方法 让自己一直在那里面 内耗也好 或者是花了时间精力 也不见得有什么样的进展 这些种种的 那么相比之下 当然要来了解 如何用正确方法来解决问题 才是只会知道 就像导师所说的 其实真的心态还有能量 好重要好重要 像是我就想到了 其实有一种人 他其实你好像也没有对他做什么 但是他好像就对你怨念很深 那是不是因为他可能 自己的一个心态没有调整好 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往负面的方向看 不管是嫉妒 埋怨 或者是抱怨东 抱怨西 但是就不自己去好好的做检讨 或者是来去思考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只能埋怨自己的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的一个卑微 或者是埋怨别人就是比较有运气等等的 那只会以怨抱怨 好像就没有办法能用着比较多好的心态 或者是好的能量来处理事情 其实这个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种不知感恩反而要报复的人也是不少也 所以有些人他说 他说我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 对不对 可以呢 往往就是这个心态 他说这亏怎么能吃呢 所以不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他觉得只要自己吃亏了 他哪怕是抱近什么 他觉得在所不吃 但是你真的细心想一想 人生真的就是如此吗 没有其他更好解的方法 能够给自己不管是在哪一个层次上 能够真正的面对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迎刃而解 而且是绰绰有余 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平时 就是自己要想清楚 我们解决问题 究竟站在哪一种方式 哪一种心态 或者是哪一种高度 这些我想都很重要 那么你说等到问题真的发生了 要解决的时候 平常没有一个很好的调整 各方面的修养 是不是真的到位与否 这些都会让人 是当天有很大的压力 压力到睡不着觉 还是就一笑闽恩仇 那么随时随地 大家看到你都感受到 你的心中的一种爱 一种善 大家对你都没有什么戒心 大家都认为你跟他是非常友善的一种 生命共同体互动在一起 这些东西我想还是自己的抉择 在平时一场生活中 可以做很多的实验来看 我们的定论理念各方面 是不是就真的是 让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 在人世间红尘里 能够宏图大自然 没有任何产生不好的后遗症 所带来的一些担忧 好一些负能量 是这样子 但是要如何去做学习 如何从我们自身来发掘问题的可能性 这其实也是非常需要智慧的 像是导师也一再跟我们说 其实这个心态还有能量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像是做人的根本 如果我们没有把基础打好 好像其他的一些 不管是负面的一些能量 或者是这些不好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袭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常常会招架不住 其实真的是在我们人与人关系当中 遇到了这种比较难解的 不管是误会 纠纷或者是一些的怨对的问题 要如何透过了智慧来去做化解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学习 方方面面的去体会感受 然后变成了自己的养分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叶道师 始终说到这里 我就想到 在我们昌马世界里面 不管全世界各地哪里 有些夫妻之间 可能是多少年的恩恩怨怨 都没办法解决 那么起初遇到超义生命马症的时候 他觉得这真的是他生命中的苦痛 这么多年了 到底该怎么办 该找的心理医生也找了 该用的方法都用了 该去的道场也都去了 都没办法 那最后遇到超义生命马 就死马当活马医 看看能不能够 那么接触的时候 听着超义生命马讲 有两大密码 爱与感恩 他可能心中的OS会觉得 我都是这样的情况 讲那些大道理有什么用呢 什么爱不爱 感不感恩 没用 但是当他真的去 深入了解超义生命马的系统的时候 然后在用对系统的方法 然后来自己做实验的时候 他上一天才会觉得说 哇 怎么会这一次完全不一样 真的抓到重点 然后在自己实验过程中 真的看到 哇 能量的运作 可以解他这千年载 他也许这个夫妻已经吵了几十年了 每天大小问题不断的 那因为能量的提升之后 他再来面对夫妻的问题 不管是先生还是太太 在学超买的这一方人 他就会觉得 过去我们为什么要吵呢 他可能突然有一天 他就想通了 然后他就哈哈一笑 那因为他的改变 影响了对方 那对方觉得 怎么会你突然改变了这么大 他也来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两边都做实验 做到实验的后面 这个怨偶变家偶 有些是还没来超码之前 是可能是吵架打架都有的 来超码之后 人家说 不是算命的说你们一定离婚吗 怎么你们像这看起来真是如胶似漆 那他们的解释就是 当用对方法 进到一个对的系统 当能量提升的时候 你很多见解态度 哪怕是肢体语言都不一样 所以在很多小的细节方面 就可以自己加分加分 那很多的问题 那不是你要不要解决的问题 是你全部的这个脉络都对了 所以就一加一大于二 很多事情 不管是过去有多少年的 放在心上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瞬间就解决了 所以我刚提到说 当你能量提升的时候 会助你非常大的一臂之力 所以大家可以来试试 学习超义生命码 有了正确的系统 正确的方法来运作看看 我相信 只要你有心来做实验 你会看到不同点的 没错 就像导师所说的 其实很多的时候 就从自己开始改变起 把我们自己调整好了 改变了 其实别人也会看到 你有付出努力 进而就会也开始自我思考 自己是不是有什么 其他需要调整的地方 因为爱与感恩的能量 真的比大家想象中的 还要来上了大的许多 所以也邀请大家 如果有机会 有兴趣的话 想要化解和生活当中 方方面面的一些困难 或者是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 多多利用超码的系统了 欢迎大家 可以先上网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脸书粉丝团 还有手机APP 在当中有很多的 好听的歌曲之外 也会有课程 还有活动的最新消息 都邀请大家一同来参与 除此之外 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也会有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精英会当中 会一起来分享 太阳生的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另外也有读者 学员们 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 不过因为我们在 全世界各地 各个不同的城市 精英会开立的时间 都大不相同 也欢迎大家 可以多多运用 官方网站 来询问了客服人员 找到了大家 最适合参与的 精英会的时间 还有地点 就邀请大家 可以一起来做学习了 如果大家对于 我们的精英会 或者是超码的系统 还有任何 想要询问的地方 或者是想要知道 我们的天原文化的书籍 要如何去购买的话 也欢迎大家 可以先把电话 抄写起来 在我们的一般上班时间 周一到周五的时刻 拨打电话来询问 我们的台北的电话 是02-5599-5439 台北电话是02-5599-5439 就邀请大家 一起来做学习 一起来成长 透过了一些智慧 和运用方式的不同 让我们来化解生活当中 很多难以解决的难关关卡 还有问题了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再度地感恩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升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感恩导师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 太阳升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还有建言 而今天的节目 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咯 在节目最后 来送上好听的音乐 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曙光 在音乐之后 也要先跟大家 说声再会咯 我们在下周六的 中午11点到12点钟 FM里4.1 空中再会 拜拜 请待着星海 眺望天空 爱爱 曙光的秒来 扎线光的情怀 咖能清 喜悦尽 曙光之爱 绽放着 精彩光 自然心怀 喵喵 感动着光明的到来 今生有无限光彩 光芒 引导着 像生命合彩 只要心中那道曙光 永常在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感恩着 喜悦着 熊光之爱 绽放着 精彩光 自然心怀 就像 黑暗中 冰灯的到来 生命 有些光明在 光芒 引导走 像生命合彩 只要心中那道 精彩 永常在 就像 黑暗中 冰 灯的到来 生命 有些光明在 生命 永远 光明在 光芒 引导走 像生命合彩 光芒 引导走 像生命合彩 光芒 光芒 只要心中那道 精彩 永常在 光芒 引导走 像生命合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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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道 精光 永常在 Zither Harp Zither Harp